大姐夫 大姐夫也不好洗 站住 这孩子是我的 你看 你看 这孩子是我朋友的 什么情况 就他朋友的 二敏 来 你坐这儿 我跟你结识 二敏 情况是这个样子 这个刘美芬的老公 是我从小的发小 是我的好朋友 对 他老婆刘美芬 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我这个朋友 不幸英年早逝 刘美芬悲痛欲绝 就不想生活 甚至连孩子 都不准备药了 那不行啊 对啊 我一想 这时候我得救他呀 但是你是知道 你大姐夫这方面 对女孩确实不行 我就请了钱盛峰 因为这是他的强项 对 这事我行啊 你别说话 但是你放心 每次我们 去他们家的时候呢 不是他一个人去 都是我跟着他去的 你去没去 啊 去没去 去了去了 过来 哦 去了 我当时我跟他一块去的 每次我们一进到刘美芬家 我们都会 拜祭刘美芬的钱福 不用跪下了 去工 然后 我开始做家务 干活炒菜 钱盛峰就做心理理疗 给他讲一些美丽的传说 久而久之 刘美芬重拾生活的信心 对 今天 刘美芬临产 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本来这个字应该是我签 我就让顺芬签了 为什么 因为马上不是你们也要生了吗 我让他提前找一找感觉 对 是吧 你看 现在孩子也平安了 这是对刘美芬老公 在天上之灵 最好的慰藉 对 你谁呀 我刘美芬的老公 你看 感动的从天上下来 你谁 我是刘美芬的老公 他咋了 什么他咋 我大姐夫看见在天之灵了 大姐夫 大姐夫你醒醒 大姐夫 大姐夫 大姐夫你醒醒 是不是 不能说些话 说些话是容易遭天天 哎呀 我没说瞎话 哎呀 兄弟啊 你怎么才来呀 您就是前顺风吧 我就是前顺风 哎呦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 事情是这样的 你说 我媳妇呢 本来预产期呢 还有一个星期 这不今天早晨去菜市场买菜吗 突然间我孩子就降临了 当时情况特别危急 羊水都破了 要不是你 亲自把她送到了医院 哎呦 我可能现在就 见不到我的媳妇 和孩子了 谢谢谢谢 谢谢 你等会儿 你把最后一句话 你再说一遍 谢谢你 你不是这句 谢谢前面那句 大点声 你们都听好了 大叔 要不是前顺风 及时地把我媳妇送到医院 可能我现在都见不到 媳妇和孩子了 听见没有 小哥哥你听清楚没有 我听清楚了 我告诉你兄弟 遇上这种事 任何一个人都会挺身而出的 更何况是我前顺风 我前顺风经常做这样的事 就是没人信 就是没人信 我跟他想买 我脱子 你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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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